伊撒伊亚第32章 伊撒伊亚第32章 看那,有个君王将丙以为王,皇后也将丙公执政 个个将如被封的处所,被雨的遮盖,如荒幕中的水流,如看干地上巨石的阴影 看得见的眼睛不再朦胧,听得见的耳朵必将倾听 急躁人的心将会看味知识,口气者的舌将会畅于言谈 愚昧的人不再叫作贵人,奸险的人不再称为伸史 因为愚昧的人出言愚昧,心怀邪癖,肆意作恶,发表蝎毒上主的谋论,使基者囂福,使喝者绝饮 奸险者的手段独立,只囚或恶计,用狂言毁灭悲微的人,在穷人的案件上颠倒曲直 但是贵人策划高贵的事,他常以高贵行事 图安日的妇女们,起来,请听我的声音,无忧的女子们,请倾听我的言语 少过年如,你们无忧的女子必受惊讶,因为葡萄没有收获,谷粒一无收成 安日的妇女们,你们必将战斗,无忧的女子们,你们必受惊讶,你们脱光衣服,腰间前上麻布吧 你们必要为了肥沃的田地,为了结实的葡萄园而随空 为了我百姓生满京激和侄黎的土地,为了所有的娱乐家园,为了欢恩的城市而悲伤 因为公缺以荒废,团扰的城市以荒凉,欧非以和巴罕永远成了废墟,成了野路喜乐的地带,成了羊群的牧场 及至神至上傾住在我们身上,方野将变为田园,田园将变为松林 公平将居于方野,正义将住在田园 正义的功效是和平,公平的石果是永恒的宁静和安全 我的百姓将住安密的寓所,安全的宅地,清静气息之所 纵然松林全被摧毁,京城全被荡平 你们播种于多水之斑,使牛颅任意走动的人,是有福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